神安这个天道秘诀的都是厉害的人物 道德经理讲 天地所以能长其久者 以其不自身 天地为什么能够长久存在 就是因为它本身从来不生长任何东西 这个天地大道是最厉害的 还可以生养万物 可是它为什么能这么厉害呢 我们人如果能够生养两三个小孩 就已经很累了 那这个道为什么能生养万物呢 天地说呀 这些呢都不是我生的 你们人 你们万物生灵 繁衍生长 那都是你们自己生的 需要呢消耗很大能量的 所以你们很累啊 这就是叫有为而累 而道呢就是让你们自己去生 这个呢是很重要的智慧 你要做就做 你想生就生 只是呢做多做少 生好生坏 哎这个呢都是你们的事情 我只管为天地万物的深深不息 创造与维持一个存在的空间 所以呢 豹才站在了那个更高的维度上 做到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不仁所以为大 不义所以为大 你看今天你一个人 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你就不可能会爱上 与亲近任何一个个体的人 一爱任何人 那你就爱不了所有人 正是因为天地这样无偏无私 无欲无为 所以呢天寻他才能因无为而尊 而我们呢 人都是呢 有亲有书 有缘有惊 有爱有恨 有欲有为的 所以我们人道呢 才会因为有为爱累 因此呀 一个人如果你想做大事 你一定要学习天道的那个精神 有足够大的信仰 什么事情呀 都要自己去做 一个人呢 是不会长久的 甚至呢 你可能会被活活的耗死 累死 也要舍得交给别人去做呀 让大家都去做 然后你就没事做 这样你不但真正的 能把事情做大 而且可以像天地一样 清闲 悠哉悠哉的 你看这就要每天喝喝茶 弹弹琴 便可天下归职 人心归父 无为而尊 你将备受尊从 这就是无为而有为 愿你在此视频中 召见智慧